不知道怎樣選一款適合自己的粉底 塗完之後又會變暗 又覺得不夠遮瑕力 而且會覺得透薄和遮瑕不能兩者並喘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幾款 不同的粉底可以做出一些不同的效果 為了貼合不同女性肌膚的需要 這次就利用IPSA的底妝系列 跟大家分析一下四種性質不一樣的粉底 IPSA是一個Customize Beauty的品牌 它有很多不同的粉底 適合不同的皮膚需要 全部都可以做到透光感 Liquid Foundation主打高效保濕 質地都非常水潤 而且透光技術更好 輕易可以打造充滿光澤感的肌膚 還可以預防缺水和粗造的膚質 對於經常坐在辦公室 皮膚有外乾內油問題的女性來說 就非常適合 輕型透亮粉底液 質地好像Cushion Foundation 那麼有空氣感 很輕 可以打造一個超透薄的妝感 還有控油、保濕和防UV功效 需要遮瑕的部分再上多一層 它還可以保持到一個透光感 想保護皮膚又不想增加負擔 可以用它來打造一個水亂的偽素顏妝容 接下來介紹的這一盒絕對是趕時間和懶人的陰物 磁石透光粉餅可以重點遮蓋粗大毛孔和面部的瑕疵 還會撫平皮膚凹凸不平的位置 圓透光的技術可以維持肌膚的光澤狀態 而且它的控油效果都非常之好 去旅行、趕時間 或是period的幾天 皮膚狀態不太好 我相信這盒粉餅一定可以救到你 第四款就非常適合像我一樣 對底妝有非常高要求的人使用 全身推出的黑鑽透光粉底 裡面加入了亮金珍珠粉末 以及全身的極致透光遮瑕技術 高狀質地配合專用的粉底掃 還可以自己調節粉底的厚薄程度 雖然它推到很薄 但遮瑕的效果亦非常之好 很適合現在秋通使用 有光澤感之餘 又有高度遮瑕度 它每一方面都很高分 是一個全面的粉底 我也剛剛做完皮膚分析 加上我對透薄感 和遮瑕度的要求都非常之高 所以最適合我用的 就是這個黑鑽透光粉底 這個專業的粉底掃設計 都非常有心思 它的尖端位置可以連鼻液 眼底這些需要重點遮瑕的地方都照顧到 輕易就塗出更加透薄 又平均的效果 蘋果肌的位置是否充滿光澤感呢 IPSA黃牌三色遮瑕箱 堪稱是日本美容界的No.1 Concealer 它橙紅色調為主 我覺得最適合用來遮黑眼圈和暗瘡 用它本身提供的遮瑕掃 慢慢在眼圖位置點開 再用啡色和米黃色 調適合自己的膚色 慢慢推開 就可以做到一個自然的遮瑕效果 配合一個透薄又有光澤的底妝 就完美了 想知道剛才介紹的哪一種粉底適合你用 就記得快點去月曰 專業皮膚分析啦 展示給你用了